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就是那个通过指标电路和日志三个方面综合的来分析这个全电路那个观色性的一些建设 最后的话结合着三部分进行那个一些稳定性实践的一些一些分享 然后首先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可完成性建设的建设的目标和那个给力 然后在进行这个可完成建设之前 我们可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云烟生升级的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公司里面大部分基本上都有这个前面就有这个CICG和DEV OPS 来帮助这个开发测试运维提升这个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开发的效率和质量另外的话也会有那个容器化来帮助提升这个产线运维的一些效率质量 当然在这个云烟生时代的话这种大规模容器大规模平板的快速的变更肯定会带来很多稳定性的问题 这些稳定性问题的话它中间就包含了很多我们大家提前都可以规避掉已知的一些异常 还有非常多的话我们也无法去避免的一些异常 比如说这个网络故障机器当机或者是那个系统的一些没有提前规避出来的一些 然后这些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其实其实的话我们提前如果说能发现这些问题的话是可以规避到很多风险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可观色系统来及时的感知这些问题高效的分析异常 然后快速的分析快速的快速的去恢复我们的系统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可观色系统的建设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渔原生的一个时代 然后double的话作为这个微服rpg放架直接建设一个非常大而全的这个可观色系统 平台 观色系统或者平台是非常首先它不是很现实的 第二个的话它与这个定位也不是很符合 可观色系统它更强调的是一个观点性 然后通过单维度或者多维度多维度多个角度的话进行这个系统的一个观测 与问题的诊断 然后首先来看这个可度量的可度量系统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指标 在这一块的话 double的话通过采集 采集各 通过各方面的去采集这个系统内部的double内部的一些指标 同时的话也会去把那个指标内部的一些数据 暴露给外部的一些监控系统 然后这些指标这些这些监控指标的话中间其实包含了很多的那个 应用信息主机信息和一些double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标签信息 通过这些标签信息的话我们发现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些标签信息关联到全链路系统 全链路系统的话通过这些关联到一个全链路系统之后 这个全链路系统它可以做到请求级或者应用级的一个系统性能分析或者性能的异常诊断 然后double测的话通过通过适配各大厂商的一个门面的形式 然后只需要非常简易的就可以简易的去进行一些依赖引入或者配置 就可以直接把数据导出到各大全链路平台 无论是公司使用哪一个流行的平台的话 基本上后期升级大包之后可以直接去把这个链路导出去 然后另外的话这个链路系统的话它还会包含一些那个全链路的顺势ID 或者局部的一些spanID 通过这些全链路的一些ID的话 我们可以在那个链路系统的话直接跳转到我们的日制平台 在日制平台里面 会包含非常详细的日制上下文 这些日制上下文的话就可以提供非常精确的一个异常问题准断 然后大宝大宝这边的话也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这个错误码机制和那个专家建议的形式在官网上面 通过日制的形式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错误码形式直接导航到一些官网上面一些帮助文的 对这个是大宝整体在可完成建设的一个建设一个目标 然后的话我们详细的去展开一下这个大宝在指标维度的一些一些一些实践 然后大宝在多维度指标提起实践的时候我们主要从两个方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纵向的第二是纵向的 纵向的话主要说这个大宝指标采集的时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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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接入于导处的一个流程 首先的话大宝为用户和开发者提供了简单一一一用的接入每面 这些简单一一用接入每面接入之后 然后大宝在服务在启动之后 在运行过程中的话就会进行非常多指标的采集 这些指标采集的话大宝中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指标采集器 这些指标采集器的话涵盖的氛围也比较广 比如说那个聚合和非聚合的一些指标采集 采集的指标的话在这个效率层面的话 它是会临时存在内存内内存中 通过一些变样值来进行一些缓存 这些指标换存之后有部分指标的话 比如说QPS带有发动窗口的最小值最大值这些聚合的指标 然后也会部分指标的话也会进行一些聚合计算 最后的话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导出到外部系统 比如说现在我们也支持那个在DoubleQRS服务质量中 进行一些指标导出 或者是把指标导出到那个普罗米兽斯 或者ACDP直接访问也可以进行一些指标的一个查询 另外的话从空向维度来看的话 W指标采集的话尽可能的覆盖一些 非常容易出现异常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在W3中的话提供了三大注册中心 三大中心包含这个注册中心 原数据中心和配置中心 然后存在这种外部网络交互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我们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RPC电路上一些采集 然后比如说这个请求 请求想要的一些时间 一些异常 一些耐气的一些 耐气的一些网络 Io的一些指标 另外的话也会有一些那个 关于W线程线程的一些指标 指标采集 然后指标采集的话 前面说的都是比较大面上的指标采集 然后具体W 具体W的话需要采集哪些指标的话 当时我们也调研了一些 比较留守的一些方法论 然后首先的话就是 第一个就是参考 参考自谷歌SIE书上的那个四大黄金指标 它主要是谷歌通过 通过总结那个大规模的分布式服务监控 总结出来的 它可以进行那个请求级别的一个服务质量衡量 主要包含这个延迟流量错误保和度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锐的方法 锐的方法的话主要更侧重于请求 然后从这个外部视角来 查看这个服务的一个健康状态 它主要包含这个速率 然后错误和持续时间 还有一种方法论的话就是这个 Use method Use method的话主要是 操纵于资源 就是系统内部的一些资源使用情况 然后就是这个 使用率保和度和这个错误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指标在采集 指标那些方法论中 包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 就是错误 错误的话应该也是每个开发 开发点用户 比较关注的一个 只要这些方法论之后 然后我们就定下这个指标的系统的完善 在W3.2版本的话这个 多维度指标体系已经完成 然后而且也在快速的 持续的版本解代中 然后在这个 3.2版本的话 我们只需要引入一个 比较引入一个快速集成的 四平共打四大包就可以实现这个 指标的自动采集 在这边采集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Double的一个 QOS服务这两端口直接可以访问到 你可以通过如果本机的话可以通过浏览器 或者服务器上通过客 命令访问这个5.2这个端口 然后后面加一个Mersers这个路径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 非常详细的一些默认指标的导出 然后这些指标的话 将会看到有这个Double前缀 然后类型 就是类型的话就是Double的不同的 模块比如说这个消费人 提供的这个请求级别 然后三大注册的东西一块线条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Double的一个 当前指标的一个行为 比如说这个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 最后的话会加一些单位 然后这个 这个格式的话也是参考 那个普罗米特斯比较标准的 官方的格式 对 然后作为的指标提及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直接复用 Seping Boot默认的那个Manager 管理端口 然后Double的话也做了一些适配 在Manager 所以Seping Boot的Actor这个扩展 然后我们 我们跟刚刚接入一样 只是引用刚刚那个Seping Boot 是大拨就可以 然后后面的话也无需做任何其他配置 在Seping的端口里面 也就可以看到这些详细的指标了 在这个指标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Seping Boot 内置的一些那个GBM指标 最下面还会有 还会有这个Double的指标 指标提及接入之后 我们直接通过那个命令行来访问的话 其实是只能看到一些顺势的数据 在这个监控指标体系的话 其实我们大家更关注的是一种数据 是这个 是这个多维度的一个向量 向量数据 就是说我们直接通过命令访问 它看到是一个顺势的一个数据 这些数据经过 这些数据如果说 我们单纯看一个点 其实是比较难看出来问题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存储起来 存储起来 存储起来看到一个 一个实距化的项量数据 大部分的话 默认也提供对这个普罗密欧斯采集的接入 然后普罗密欧斯的话 作为这个指标存储 实距税后指标存储 监控 与一起的监控系统 它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发现模型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直接把服务部署在K8S上面的话 可以直接 基于这个K8S标签的一个服务发现机制 然后或者是 同时有自建CMDB去的话 自己去扩展这个HTTP接口的形式 来进行这个指标采集 另外的话如果服务 对另外的话有些文件或者是静态的一些服务发现机制 只要能发现了这个Double服务的所有的那个IP 与这个服务接口就可以进行这些指标采集 采集到的指标的话又会自动存储在这个普罗密欧斯的实际数据库里面 这是我们通过那个普罗密欧斯的查评框 然后Program和Sucker 配合而查出来的一个最新相应时间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普罗密欧斯的指标可能更侧重于存储于高级 然后所以说我们想要更直观的体现的话 还是需要介入这个Graffer呢 Graffer呢提供非常 Graffer的目标就是为企业提供非常简易接入的这个监控面板 然后这是我们画的一个简易的全局的一个大盘 就是说我们通过筛选框可以看到这些指标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全局维度 应用通过一个应用筛选 应用级别的一个筛选 然后或者是这个GTIP GTIP维度的一个查询 或者是通过服务接口的一个维度的一个查询 这个服务健康状态 我们看到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指标的话 基本上都是基于前面总结的这个方法论来实现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QPS 然后请求数量 然后成功率 失败率 错误的一些 然后那个请求的一些实验 另外的话 我们也会有一些那个应用信息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升级W3 可能想要看到你所有 哪些应用 哪些应用已经升级到新的版本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应用的一个版本号 然后也会有一些应用信息的一些实力IP分布 然后最后的话还有一些现成资源 然后说完指标的话 指标的话可能是更抽象 然后更高维度的一个 一个 它更有利于帮助我们去发现问题 然后进行一些简单问题的一些诊断 但是详细的问题的话可能更需要依赖于这个 在微服务的话 系统往往是多个系统之间是进行关联关系的 所以在服务之间的一个诊断的话 可能更依赖于这个全联络系统 全联络系统 Double这边的话 当时也考虑了或使用agint 或者使用agint方式 agint的话 其实对于用户介入是非常方便的 在代理层的话 直接注入这个 一些指标采集的一些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话 如果说你做一个公司里面做全面的一个覆盖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如果Double只做一个Double Double这边的一个全联络采集的话 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 因为agint接触的话 它肯定会做一些我们自己把它修改 一些不兼容的问题 比如说很难在前期发现 然后Double的话 其实也调研了一些开源的一些电路追踪美面 Double就选择了 通过这个原生内置美面形式 然后让这个更专业的事情交给更专业的人做 Double通过适配各大厂商的一个全电路追踪系统 然后全电路追踪系统的整体还是有这个各大厂商来做 然后Double通过快速适配他们 开发接触的用户的话 只需要直接去增加少量的配置 就可以实现这个电路数据的导出 然后在那个电路追踪美面的选型的话 其实参考业界比较流程的几个电路美面的话 这里只要对两个进行了一个选型 就OpenTelety和MicroMeter OpenTelety大家可能非常 它的电路最终的话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然后它支持多语言 然后规范标准统一的API 然后这个支持第三方 支持大部分流行的第三方厂商的全电路追踪系统 然后也是NCF孵化的项目之一 这个的话 其实很多中间链的应用 框架都已经接入了这种规范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MaproMeter MaproMeter的话 大家可能对它更直观的 就是指标 指标 指标 指标采集的一个接路 然后它的缺点的话 可能但是只是加温 然后但是它有个非常好的 在语言方面 它就是Supimboot3默认的 默认的指标采集 链路采集的话 它其实默认都支持这个MaproMeter Treating这个功能 然后MaproMeter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 它就是说它可以通过桥接包 可以桥接到 可以直接转为这个Opentality协议的协� 然后同样 间接的 其实也支持各种第三方的一个这个采集 并且MaproMeter自身也通过桥接机制 桥接了很多的全栏路 全栏路厂商 然后的话 所以说我们为了跟前面我们使用到的那个指标采集 进行一些统一 然后为了 正好前面不是 就是专门老师讲过那个 Sping Boot 3那些适配 其实正好我们这个MaproMeter 使用MaproMeter之后 就无需再额外再引入 很多第三方的依赖 然后我们只要使用MaproMeter Treating 可以桥接包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去接入 链路这东西等的话 这是一个简单的结构 就是说在Double 链路采集的话 主要采集这个RPC请求的一个链路 在这个消费者发起请求的时候 如果存在一些链路ID的话 就直接复用 没有存在的话 它会产生这些链路ID 然后把这些链路ID的话 上报给这个采集器 然后消费者这边的话 也同样会通过RPC的三下文 然后把这个链路数据 透传给这个提供门 提供门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链路数据的话 会对它进行一个 父子关系的关联 然后把链路数据同样 上报给这个 通过采集器来上 上报给这个采集器 采集器的话 在前面一部分 主要是内存级别的操作 对那个系统的性能存在 是比较小的 然后后面一部分的话 就是一些异步的导出 跟指标 其实跟前面那个指标 体系是一样的 内存级的同步 同步采集 然后异步的把这个 数据导出到第三方 到链路系统 然后链路系统的接触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主要是引入一些 sipping boot 指大的一些依赖包 然后的话 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配置 配置的话 也主要是下面的这些配置 像这些配置的话 主要是进行那个 不同 不同厂商的一个导出地址 最后的话 链路系统的话 可能可以帮助大家分析到这个 性能与异常之后 可能有些系统的话 需要 有些原因 系统问题原因的排查 可能需要更详细的 日志上下文来进行一些观点 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 那个日志配置文件里面 加上这个 MDC 就是我们这个链路系统 会把这个数据放到 MDC上下 日志系统的MDC上下文里面 然后在日志上下文里面 把这些链路系统 编入到一些 内容取出来 然后展示到你这个 日志的文件里面 然后日志文件的话 可能也会接触到 那个第三方的 日志平台 这个时候如果说 有24卡能力的话 就可以在这种 系统平台里面 加上链接 然后对这些 Twins ID自动跳转 就是日志自动跳转到 全链路系统 自动跳转到日志平台 然后日志平台 也可以自动跳转到 全链路系统 然后查文集会非常高效 然后这是在那个 这是接入 接入那个 Leap Queen的一个 展示 展示的一个页面 然后可以看到 它可以进行那个 应用级 可以看到 应用级的一个性能分析 和这个接口级的 一个性能分析 另外的话也可以看到 一些大部分的 原数据 大部分原数据的话 其实这一块标签的话 可以跟那个指标体系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指标大盘 指标体系进行一些 关联关系 然后的话 这里是那个 Speed Roping Speed Roping的话可能 展示的更多的那个 展示的格式 比如说列表形式 表格的形式 同样也可以 从我们 通过这个Trins ID 塑造一个 链路的一个 全链路 全链路的一个 请求链路的话 同样也是可以进行一些 性能和那个异常链路的 然后的话 前面的 链路系统 讲完之后 通过我们可以通过那个 日志 趁3D 灌链到日志之后 Double在日测方面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建设 就是从一开始 Double就 就适配了 Double就适配了 各大日志 通过日志 里面的适配了 各大日志组件 因为我们的日志组件 其实后期发展是 就是它的体系 非常多的 然后可能是一些历史原因 Double已经适配了各大 通过每面的城市 适配了各大 各种日志 日志组件 然后我们在 在这个 查看日的时候 经常会 我们这个 系统运行过程中 其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 几个点 就是这个 服务的注册 注册与发现 注册发现模型 然后服务的 服务提供端的注册 服务消费端的订阅 订阅与通知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服务RPC请求链路 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基本上 经常都会出现 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系统里面会 日志里面会出现一些异常 当然如果说 直接查看这个异常的话 去网上去检索 或者是那个 通过圆码程式去分析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不仅比较困难 也非常耗时 达宝的话 其实做了一些专家建议 这个帮助的一个 一个文文拿手套 然后我如果说 我们升级到达宝三的新版本之后 我们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到 升级升级过的同学 应该可以看到日志里面 会有一个 帮助文档的一个 FQ这个链接的形式 如果点开这个链接的话 就可以看到里面 通过这个错误码 直接关联到了达宝会 达宝官网非常详细的这个 达宝官非常详细的这个帮助手套 这个帮手套里面 提供了这个问题 可能会看到原因 和一些那个 排查问题的一些解决思路 如果说 平时对这个排查问题 比较感兴趣的同学的话 也可以直接打开官网去看一下 然后这块的话 其实有非常多 要资深的专家 提供了一些 非常 非常好的那个问题 诊断的一个思路 对 这块的话 其实这块其实建设的话 需要社区 需要所有的 需要所有的用户 和那个开发者 共同来建设的 因为 因为帮助 这个非常 非常多的问题 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面 是非常 非常难以发现的 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一些 网络异常 然后我们可能在表面上 看到的是一些 那个 表面上看到一些 表面上看到一些 网络异常的日志 但是实际上 原因是非常多的 有些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 介入一些工具 工具的形式去诊断问题 这些问题 诊断完成之后 其实非常建议大家 把这个问题提交到 官方的手册里面 然后同时自己 收益的同时 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收益 最后的话 我们就结合这个前面 指标 电路和这个日志 整体的一个 进行一些 稳定性实践的一个 一个 嗯 稳定性实践 稳定性实践 然后稳定性实践的话 这里主要说两个地方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观测 观测系统的异常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快速的恢复 然后观测系统异常的话 其实我们 整体全电路系统建设之后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有 主动的去 有认为人员去 盯这个监控大盘 或者是被动的 通过邮件转信 邮件转信的形式 或者是钉钉之类的 邮件的被动的 收到这个告警 无论男人 及时收到告警的时候 就可以去尝试 使用可观测系统的一个思维 就是不要尝试 上来就打开这个日志 因为日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 详情日志 包含了非常多的上下文 干涨的关联关系 就可以先通过这个指标的一些 通过一些常见的一些 给你这个异常可能相关的一些指标 情况去排查 通过这些指标排查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 可能也不一定是病因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指标 所发现发生问题的地方 去找到这个全电路 全电路系统 在这个全电路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分析 具体是哪个系统的哪一段有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 能直接发现问题 可能不能直接发现问题 这个时候你就尝试的 通过电路系统的一些 全电路的ID去灌连到日志 通过日志里面去排查详细原因 如果日志也排查不到问题 那可能就需要 你在这个系统流量再调之后 进行一些那个详细 详细更因的通过工具之类的 进行一些详细更因分析 然后快速恢复的话 我们就看下面 快速恢复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有了前面的大致 就是前面的原因定位之后 其实 原因定位之后 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通过根据你的原因来进行一些流量的一个治理 比如说这个切换机房流量 然后对流量进行限流 或者你的系统有异常的时候进行一些 异常的一个回滚 对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大宝官方的一个官方公众号和那个 大宝社区的一个叮叮交流群 大宝官方官网地址和这个 加入代码的官方倉库 感兴趣的话可以 扫一下 感谢大家 分享到这里 再一个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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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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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